吉他一定要寫到重而不緻 輕而不飄 可以輕但是不能飄起來 他可以寫得很沉重 但是線條不能持緻 所以在書寫的過程中你要隨時 掌握他的速度 跟紙摩擦的力量 注意弧度 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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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弧度 比較重 這邊開始要扭轉 小小的筆尖都要想辦法把它處理掉 微尖 微尾的尖尖的 好讀 好 逆上去 要靠近喔 不靠近的話 字就會越來越寬 好 那這個順著他的弧度 寫出一種 框框這種 略 有點膨脹的 有點膨脹的框框 隨時要去保持那個墨量 因為墨量太多它會暈啊 太少它會太乾 通常都適可而止 因為它的字啊 比較優雅 所以不會做出強烈的墨色變化 你說為什麼先寫這個 因為外面會順著它的弧度嘛 你裡面寫好了外面當然好寫啊 順著這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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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8個眼睛啊 自己 看著辦 有些字啊 嚴格上講起來還蠻可愛的 但是如果你寫的差太多 就會覺得它很可恨 注意看喔 它不是每個都是 形狀一樣 它會稍微有點變化 有些比較像 棕形 木古城中的棕 有時候它接近有點半土圓 也就是它在寫的時候 它並沒有刻意的想要寫到 某一個 非常標準的形狀 因為我們在寫字啊 常常會說啊 我們要寫一個標準標準 那時常藝術的標準就在變化 不是標準 就是期望有寫的有一點點 些微的不一樣 那就是標準 所以標準不是一樣的標準 是不一樣的標準 所以人家講說 世界上最 世界上唯一的真理就是沒有真理 其實這種話就是有點 有點釣詭啦 但是它有時候有什麼 偏向某種事實啊 對於初學者 他們常要求一個標準 其實我們也可以給他一個標準 等到後面的時候 慢慢越來越熟悉的時候 你就要告訴他的標準啊 是可以鬆動的 隨機應變的 這個水跟剛才的水又不一樣 其實告訴我們就是 藝術真的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標準 他的標準就是寫好看就好 有變化就好 至於怎麼變化才好 那就是舒瓦加的巧思啊 因為線條要拉很長 所以我們都用養好 養好的吸墨量大 這時候他才可以 源源不絕的補充啊 尤其寫在宣紙上 他的墨量要更大 如果你寫到毛邊紙 那就沒有差了 所以如果用毛邊紙寫傳數 算是好寫 但他沒有韻味 有時候因為有墨韻嘛 所以看起來就覺得特別好看 毛邊紙上比較沒有墨韻 這個圈圈不用真的畫得很圓 因為這不是打動機打出來的 所以有時候會 有種形狀上會有時候稍微扁一點啊 遠一點啊 都有可能 甚至有時候要稍微放一點點 那如果你把它弄得打動機 就會太 太像機器做了 這樣效果就不好 這裡要稍微注意一下距離 你看旁邊 待會這裡還一個 有人說先寫旁邊當然也可以的 當然也可以的 我對筆順一向不執著 因為每一種筆順都有他的優點啊 注意這些雖然是短短的還是可以稍微有一點粗細 不要想說寫的都一樣粗齁 其實我都想稍微有一點點粗細齁 也許不明顯啊 那種筆完全沒有好 其實像這種昂花 你可能認為說 它好像都一樣粗 其實都還有一點點 不太一致的粗細 可以 雖然那個 養好後面容易 不好處理 但是能處理的話 盡量處理的 跟自鐵一樣 但事實上不太可能 好 以前我們都講的那謎語啊 王先生 我們掰小姐 坐在石頭上 這個就不能用了 因為那王先生這次站在旁邊 它上面比較寬 下面比 上寬下 窄 那寫的過程中 你會發現墨慢慢慢慢慢慢的會 越來越乾 所以你的速度上要盡量的配合 我墨乾的時候稍微寫慢一點 墨多的時候稍微寫快一點 那後面如果能尖尖的 原則上盡量稍微有點尖尖的 這是 無讓之的習慣 好 好,是一點弧度 這種接筆啊 有時候 有時候會稍微方一點 有時候遠一點啊 會有一點點小小的差別 有時候是半方半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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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注意看它 這一次怎麼寫 你就想辦法做得跟它一樣 好,那這個長短當然就要不一樣 可以的話畫 後面還是拖一下 有弧度 中間越胖 然後下面 劍距 好,這次接的比較圓喔 那圓了以後你看這裡面它有所謂的 長短的問題喔 越來越長喔 好,這裡接的時候它比較圓 那你就接圓一點 我有說過 它接筆其實不一定多遠或多方 好 有這幾乎 就對了 還要遷留 我就要先拍攝 就可以 用來 壓跳 超級速度 我先拍攝 好,這幾乎 是 偏